8日冷巴FM翻外篇悄悄上线 虽说略带点广告性质 但能看到迪丽热巴 迪丽冷巴这对姊妹花 想必大家也是很开心的 毕竟距离冷巴Action正翻 更新还要等上好几天 所以 有福利不要 那就不是好粉丝了 哈哈 此次更新的冷巴FM翻外内容 是热巴姊妹花的广告拍摄花絮 这不仅是冷巴的第一支 代言作品时间上来讲 更是这对姊妹花第一次 真正意义上的合作 所以意义重大 看到有一幕 妹妹冷巴问姐姐热巴你 今天为什么一直捧着脸呀 面对冷巴的疑惑 我们的热巴小姐姐继续捧着脸回答道 可爱呀 简短的三个字 让人听了并没有觉得不适合的地方 因为迪丽热巴的红脸纱真的很可爱 一张粉嘟嘟的小脸蛋 青橙的双眸 如蜜桃般甜美的笑容 杀伤力简直了 而听到姐姐回答的冷巴一开始 并没有做出任何反应 但是当只剩下她一个人的时候 小妹妹便开始了对其姐姐来了 反驳不在身边的热巴可爱不重要 可爱不重要 姐姐看不到 但是爱丽丝们却看到了 冷巴的小队也让一些粉丝 为热巴打抱不平起来 哦呦吼 长本事了 但大部分的小可爱们 都有点抱着看好戏的心态 姐姐背对 这事儿应该挺有意思的 就是不知道姐姐热巴看到妹妹这么拆台 又会以怎样的方式回复她呢 有一丝丝小期待了 哈哈 在番外片里 不仅妹妹的表现让人小小的吃惊了一下 就连策划本漫画的出品人 也让粉丝们发出这样的感叹 厉害了 宝宝一手包办所有事情 可以看到无论是出品人 则编 监制还是编剧 都是我们自称本宝宝的广告商小博主 艺人身兼数值 也真的是有才之人啊 你说是不是 看在该宝宝还是热情的粉头上 那就大大的为她点个赞吧 不错 明早一十点 记得一起来看热巴冷巴首个广告大片 千万别光顾这铁评 记住明天还有姊妹花的首支双人大片要出来呢 不要错过了咯 谢谢大家 请假订阅 感谢观看